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体重是178斤 今天希望能在菲尼莫属找到一个减肥健身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你 杨哲 你来自宇宙的中心 铁脸 你刚才自我介绍说 你原来体重多少斤 310几 310斤 对 你有照片吗 有 这是 这什么时候呀 别别别 都别乱啊 都别震惊啊 咱们一个一个问 你这多大这时候 这时候是16岁 16岁 4年前 对 但是挺可爱的 怎么胖成这样了当时 你怎么胖 你是吃的吗 对 吃还有遗传 然后还有后来 你父母也胖 我父亲他们那边就是都是 就是爸爸家这边 对 对 对 多少斤呢都 都是200斤往上 200斤往上 但是他们就是到200斤就停了 然后是比较壮 你就到200斤就没停住 然后我是变异了 你是变异了 你是到了200斤没收住是吧 你多高 你身高 我182 182 爸爸呢 我爸是181 181 那 反正在东北这个身高 这个萧嫣是吧 就还看着 对 对 这个还是算可以吧 凑合吧 凑合 凑合 你189 你多重啊 那个我体重80公斤 160 韩依 请起立 你多高 1米85 185 体重多少 75公斤 75公斤 这两个我想请教一下曹妍 这个算标准吗 算 算在正常范围 都算在正常范围之内 好 两位帅哥请坐 萧嫣的那个身高和体重 跟我儿子都一模一样 你这便宜战的啊 小叶 那个谁 你是从300斤 310斤 一下子就这样了吗 慢慢的 慢慢的 对 还有照片吗 有 能给我看吗 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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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人家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这是哪一年 这个应该是19年左右吧 19年 那就是两年前 对 那个是四年前 对 你用了两年的时间瘦成这个体重 对 这时候多少斤 这时候比现在会瘦一点 是160多斤左右 哎 你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瘦下来 这照片留着啊 我们全程要这对比一下 因为我当时是在媒体上求助 然后联系到了一个长存的减肥机构 你在那接受了多长时间的减肥治疗 就是从这个310斤到这个照片应该是正好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对 治疗内容都有什么 治疗主要就是食疗 然后还有 食疗 还有运动 你吃减肉 吃肯定是占主要的 都吃什么 就是正常吃饭它会给你定量 然后给你分配营养就均衡一点 营养均衡 那你吃米和面吧 运动 然后还有中医 还有中医 运动每天时间多少 运动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多 运动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多 每天就两个小时多 多 那减的过程之中 今天饿了 让你多痛苦 让不让你吃米和面 让吃碳水 碳水也让吃 让吃 你是不是每天都饿着过来 不是特别是 人家叫科学减肥 运动控制饮食 它是逐渐逐渐起来的 科学减肥 那你减下来以后 和你胖着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 除了身体之外有什么变化 心理上的变化 因为以前特别自卑 现在能比之前会自信 特别自信是吧 这点我特别有体会 因为我刚减了十公斤下来 就是我把之前的衣服 能穿了以后吧 心情都好了 杨真你说说 你在第一年的时候 医院给你的这个 你不是说每天 有两个小时的运动吗 对 你把你具体的所运动处方 给我们说一下呗 就是正常他们会有那个课程 比如说跳操还有单吃 我就会把这个跳操和单吃 都上一遍 然后要不然每天 就换成把那个跑步机 换成那个单吃 换成单吃 就再来回换 时长呢 对 有氧 时长 时长就是有氧 就是四十分钟左右 两项都是四十分钟 两项都是四十分钟 单吃在五十分钟左右 单吃 动感单吃 所以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那个第一年 从310斤到160斤的时候 这一年的过程里边 你每天做了两个小时的有氧 对 对 对 那我再问一个 相对更严格的问题 就是他们对你的心率 会有监测吗 心率它会做体检 定期做体检 运动当中呢 运动当中不会 但是教练会给旁边看护 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减肥医院 就是做有氧是没问题的 还有呢 就是当你体重那么大的时候 其实关节的这个压力 包括力量训练的搭配 还有在刚才大老师说的 那个特别 因为我参与了 心率监控非常重要 运动当中的心率很重要 对 就是严谨那边 有一个活动 就是让我们一起 然后带着一个心率带去运动 然后大家看着心率带去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还是要跟着科学的地方去运动 就是我刚才说 那是后来我运动 就最开始你去的时候 他会按照你的体重 给你规划那个 你的运动 或者说你体重限 我刚去说特别大 他不会让你先动 就是循序见见的 他会先让你靠远时 那是对的 就是后面我的那个运动 那就说通了 对 因为你体重那么大的时候 每天两个小时有氧 我在想做什么项目 我也在想三百一十斤 每天这四十分 又要你这心率的大成什么样 我们真和减肥医院合作过 然后就是每天上午九点钟 会带着所有的他们的 这个胖友们来 然后发现我们后来 那个跑步机 那个这个损 损坏得特别严重 其实跑步机损害还是小 膝盖的伤害 膝盖 对对对 那我还想说 就是胖的时候 那个肉皮都撑开了 对 祖神你可以过来就是 我刚才就想摸 我怕他们说我 我能摸吗 你可以往下就是 就在这儿吗 插着一点点 大家看 我可以摸摸你的这个腹部吗 你可以这儿 这儿可以也拽一下 对 这儿比较明显 往下 疼你喊 不疼吗 大家看到了吗 他的这个皮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那这有办法吗 这个有啊 这个用那个米骨那个 用我们的仪器啊 用马鸡就可以了 哦 那就是那行 真的这个挺重要的 但是像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对 减 减肢的这个说实话 还是要靠一个健身的 就是如果大体重往下减 那还是要靠这个运动 其实我们刚才聊减肥 说了你胖这个事儿很多 但是我想回过来说 你家里尽管有遗传 但是有没有别的原因 导致你吃的这么多 然后那这家里就是我父母 就是离婚了 然后我就遭受的 感觉打击挺大的 离婚闹得挺凶吗 对 特别凶 闹了多久 闹了得有持续一年多 一年多 对 你十六的时候三百一 你这样的身材 在朋友和同学的眼中 一定受到过大家的嘲讽吧 就是平常事儿 就是基本每天都有 像就是我上山 周六我上山去玩 因为它是一个这么宽的楼梯嘛 然后往山上爬 我爬了爬了 他跟我旁边过的时候 他就说 就说肥主也来爬山呢 就是这样 那你因为这个会跟别人发生过冲突吗 不会 你就忍了 因为我会想家里情况 想家里情况 你这个想的会有点多呀 对 我因为我想 以前就是想的特别多 我会想就是说 谁说我了 比如说骂我了 我要跟他发生冲突 比如说真打起来了 家里会不会赔偿啊 那那段时间 你开解自己除了吃 还有别的方式吗 撞墙算了 撞墙 对 那什么用这种方式啊 我也不知道 那时候就感觉 身体上就有些疼痛 你看 这个过程里边 你跟你的爸妈有过沟通没有 你说爸妈我以后怎么办 或者是我现在的状况什么样 你跟你爸妈说过吗 没有 他们问过你吗 因为那是我也能理解 就是我们三个人嘛 都是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烦恼 谁也不会说 就还有什么心情 去照顾别人 去想什么 干什么 那你会大哭吗 自己在这个独自的时候会哭 会 就自己晚上在被窝里偷偷哭 我看小叶一直在哭 我就觉得他就挺不容易的孩子 就是我们总觉得有时候男孩子高高大大的 从小教育说男人有类不轻弹 然后男人要顶天立地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允许 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像孩子 我们也得记得他们还是孩子 那明显就家长没有记得他是个孩子 所以我就觉得成年人有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我们有自己的立场 因为我们都不得已 但是只要我们选择为人父母 只要我们做了要他这个决定 我觉得在他成年之前的每一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 都应该是以孩子为先的 我觉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先不要孩子 所以希望我们养者以后能好好的 然后挺心疼你的 谢谢 说回来 看你的报名表 你现在的家庭成员写的是父母 对 为什么会是这样写呢 你的家庭后来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吗 因为后来我的父母复婚了 啥也不说了 先给个掌声 是因为你减肥成功他们复婚的吗 占 占了多少 占了得有50%以上 我爸爸那边也是 随着时间推移嘛 他也会想自己 想我 男人有的时候就是怕什么的 好面子 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 放不下这个面子 所以回到一些问题上 我觉得小叶刚才的眼泪是有价值的 对于我们过往所做的事情 应该放长远看 更重要的是要看 最大的受益者是否是我们的孩子 如果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的话 那么真的应该赶紧止损 停止一切对孩子的伤害 你今天要不要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跟远在宇宙中心的爸爸妈妈说几句 就是我感觉两个人 像我爸我妈他俩竟然选择在一起呢 就好好的就行 那对你自己有什么想说的 你自己说的就是 少吃点吧 减肥太难了 挺幽默的一小伙子 他说他就是个活宝嘛 对 活宝的一面就出来了 这一刻 活宝的这一面出来了 说说健身吧 今天来找这个健身教练的工作 对 你是从减肥的受益者 转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 对对对 所以你有教练证书了 有 这个 我想替曹妍问一个问题 你走上健身教练的这条路 你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更优秀 过上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还是说另外一种 为更多的 曾经和你有同样肥胖遭遇和困扰的人 帮助他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两点肯定希望都有 都有 哪一个更多一些 哪一个更多 第二个更多一些 第二种更多 因为你自己亲身体验了 受益者 对 体验了运动改变生活 真的是 因为我感觉就是 如果要是我 去帮助一些大体重的人群去的话 会更好一点 因为心理上是很多 就是肥胖患者的一个重大的难过 我接下来啊 就想问问杨哲 除了健身教练 别的领域的和运动相关的 你考不考虑 我说这话 曹妍可能有点重眉头 因为他有一个竞争对手 你比如说这个篮球领域的 运动方面的 是吧 我会考虑 因为我想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期望薪酬 我看写的是四千五 这是底薪是吗 还是综合薪酬 综合吧 综合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12位企业家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好 杨哲成功进入到 天生我有才 杨蓉还留灯了 一会儿要采访一下杨蓉 但是我们先要请我们的张杨哲 为我们带来技能展示 你这技能展示是卧推啊 还是怎么着 是一个小小的 这搏击 搏击操 吓我一跳 他说搏击 我以为你像大老师搏击 对 他称我说搏击 我吓一跳 我以为要揍我呢 搏击操 先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张杨哲啊 我以为你带来的 感谢杨哲带来的这段搏击操展示 能不能请我们的企业家上台 我们来和你一起学一学 你点吧 来 你看看 各位企业家 你看是谁 就哪位老板愿意就是 被你打 需要动吗 需要动吗 就是没有剧烈的 好 来 我们有请韩依 韩依还是有健身习惯的 身材也很好 对 就正常我们先是一个手架 您是哪个是左撇的吗 不是 那就正常 您的右脚向后一步 向后一步 对 然后前脚内收15度左右 后脚外展45度左右 然后好 然后架拳 大臂贴紧身体 然后护住你的 对 然后步稍微 稍微一点点 不要太大 好 然后先是咱们是前直拳 前直拳就是你的左脚 你就是左脚 转脚 转宽 然后带动 对 然后后直拳就是同理 右脚 转脚 转宽 然后带动 对 然后不要耸肩 因为他的耸肩说法很多 但是实战的是耸肩 是为了防护 然后咱们运动的话 就是自然放松就行 对 就让他沉肩 是吗 对 沉肩 然后咱俩就可以 就是试着你拿我当把就行 转脚 转宽 你把这只手 这两只手 当成你女朋友 气你的时候那样 好 来 用 前去 二 一是左 二是右 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可以快的 不要特别强硬 就是除去就行 好 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 来 韩姨 话筒交给你 打这几下爽吗 特别爽 我看你都微微有点出汗了 对 说说你的感受 我们这位张杨哲 张教练 感觉他教你怎么样 你也见过身 说说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张教练的 基础教学还是很和蔼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教我的话 我会觉得他不够凶 就不够凶 不够凶 你喜欢有压迫式的教练 对 不够狠 我喜欢的那种健身教练式的 非常很 你是不是生活当中 受过很多这样的委屈 是的 我看出来了 所以你对教练的需求 也是这种的 然后其他的呢 你觉得有什么优点 我觉得他的优点就是 他还是能找到 我身上的那个 身体不协调的地方 问题的地方 对 哪些不协调的地方 那看得很明确 然后能给我一些 就是关键性的 针对性的建议 我之前也学过那个泰拳 我觉得就跟 我觉得教练的方式 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那个老师 他教的时候 就比较这个 有引导性 你会泰拳 对啊 那谁还挡得住你 没听说过有句话吗 杨荣会武术 谁也挡不住 感谢韩依 请到座位上休息 韩依说得对 刚刚的这段模拟教学 我们有必要 请曹妍来点评一下 来 曹妍 其实我倒跟韩依的想法 倒相反 我觉得杨真你是教过呀 你一定是教过课的 他因为考试 我觉得教学过程 还真的是有教学的双边 同时你今天是没有带 没有准备好带那个手把 所以没想到这个互动 但是他这个弹性 包括我觉得还 他如果是学 他也是学得快的 应该是接受得很好 来 有请三位企业家 做选择 谈前不伤感情 有请二位企业家 走上竞产台 好 我们先从曹妍这边开始 有请 保丽好 给你的岗位是 初级健身教练 私人教练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 你刚才说 在未来也很关注培训 那我们其实 我们最有竞争力的 就是我们的专业跟培训 我们对于所有教练员 在每一年的继续教育 一定要有1200学分 我们是内部有一个 所谓保丽好学院 来去管理 所有教练员的持续 继续教育的 那你今天呢 咱们也正式现实 就是第一 整体的受教育 就学历不高 然后呢 同时呢 只有一个基础认证 那可以呢 有一个入门的门槛 进来 这个你在一个 有一票优秀教练的团队当中 你会成长得很快 那给你的这个薪资呢 是5000加 加 然后这里边呢 是要有一些 基本的课时量完成的 同时呢 工作地点在北京 有宿舍提供 谢谢 杨哲 你可以问曹妍这边 一个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培训这些事情 老板已经说过了 说完了哈 好 来 我们请小叶 你好杨哲 随风奔跑篮的俱乐部呢 是一家面向 3到17岁的青少年 提供 体能和篮球 这种训练课程的 这样的一家机构 那么我们呢 为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销售助理 因为我们要对你进行 培训和学习 同时呢 我们给你提供的待遇呢 是3000的底薪 加1000的绩效 加上提成和奖金 综合薪资呢 我觉得在第一个月 开始应该在七八千 然后大部分我们的小伙伴 都在一万以上的收益 所以如果你未来对教学 有这个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你有能力之后 申请考试 然后转岗 有问题要问吗 在北京 然后我们可以解决住宿 你也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都说过了 都说过了 好 干净利落 接下来我们看看 张扬哲会做出 怎么样的选择 在保利豪 或随风奔跑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边 或者都拒绝掉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 来 张扬哲告诉观众朋友 你最终的答案是 保利豪 好 祝贺曹妍 也祝贺张扬哲 感谢赵小叶 来 和二位支持你的鞋家握个手 好 我下台之后的心情特别开心 因为上台之前还有点忐忑 现在找到了合适 合适自己的工作 特别开心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 下一位求职者 朱圈圈 有五到六年的一个工作经验 呃 期间呢也参加过一些类似于主持 配音 表演的一些比赛和演出 也有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 今天呢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有关于传媒行业或者是新媒体行业的工作 谢谢 欢迎你 圈圈 来 全将报名表交给我 嗯 好 欢迎你 你这个爱好有体育 你练喜欢什么体育项目 体育基本就是说能接触的我都喜欢接触一下 因为我之前 你练过吗 练过练过 算专业的吗 算是练过六年小学练到初中一直在练体育 嗯 还学过什么呀 学过那个美术 吉他还是音乐之类的 那你最后报考的这个专业音乐表演算是兴趣实然吗 是 说一说 是自己的兴趣 呃 当年其实我学体育的时候啊 家里没有反对 但是音乐的时候反对了 为什么 就一个是音乐比较烧钱嘛 另外一个大家觉得你学音乐你能有什么出现 就为了证明自己 然后我上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一个暑假 我自己就是打电话 报名了电视台的一个音乐比赛 哦 然后我自己就去了 去了以后参加了那个比赛 然后全国就放出来了那个节目 家里人看了 哎 还可以就同意我 拿名次了吗 没有 没拿名次 一般没拿名次的电视不会播呀 咱这遗憾退场也会播一下吧 你看挺机灵的啊 挺可爱的啊 接着说接着说 然后就因为这个就开始学习音乐行业 然后一直就是毕业 然后包括工作都是在从事这个行业 你这个是17年到影视城当演员 嗯 你当时毕业了吗 没有毕业在实习 然后去了以后就开始正式的工作 嗯 正式的工作就是我的一些那个音乐啊 呃 然后当时去了以后还要参加一些主持 呃 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一些那个原创的音乐作品 介绍到 哎 有资料吗 带来了吗 有有有有 哎 我们赶紧看一下大屏幕 等一下我的专业 来 那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舞 你能够整个上岗 那是一个不曾拥有着人 他还在人海里匆忙 我路过晚家灯火 听连鼓作深沉的歌 我逢跑跳跃那寒唱歌 我 这种爱人走的走听的听 拜托你醒一醒 没空和你讨论你和中的浪漫爱情 我想说随便你 想怎样都可以 但事情保留我心里 藏着一个小孩的权利 现在是凌晨十三点 一个人无边声音的夜 穿过南南的女街上夜间 当你抬起了时间 好听啊 而且背景音乐都是你的原创作品 对对对 选了一两首原创作品 今天拿过来对 等一下 问一个问题 你讲的原创是自己写的 还是自己唱的 自己写 自己唱 自己谱曲 你刚才背景那个凌晨十三点的歌 是自己写的吗 对 自己写的 好棒 这个特别显出来你有内涵 你有才气 而且我觉得你里面造型都好好看 然后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荣誉 有的 就是 刚才那些都有看 原创大赛的奖项 然后 那个辩论赛的一个奖项 然后 包括跟那个 明星同台演出啊 之类的 就很多 挺多了吧 那这么多奖项里面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 让你觉得最引以为豪的 一个奖项 引以为豪的话 那就是 第一次参加原创音乐大赛 那时候还在上学 然后他也奠定了我后面 就是做原创音乐 因为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活着的话 他要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 那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的话 你光唱歌你没什么 你要有自己的作品 比如说当年有一首歌叫做《水手》 《水手》 等下 遇到很多困难 你像那个 大家遭受灾难啊 人生不如意了 你有一本书 或者是一首歌 它激励着你勇敢地去面对 未来的人生 我觉得写这首歌就是 有那个价值在 撒回事后的情绪 我点 不好意思 我特别理解《全全英》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女孩 她也很感性 她会被音乐带进去 像《水手》啊 还有一些很多的歌 那些歌的背后 都是蕴藏着一个 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我这个人比较敏感 突然想到那些悲伤的故事 我就在台上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音乐这种东西就是 大家可能在现在社会中 没有那么多要倾诉的人 自己的一些感情 没有地方去抒发 但是有一首歌可能就是 你一听 想起了我的过往 我接下来的人生 要怎么去面对 就很激励我 我觉得就是很棒 然后我现在写的一些东西 也是表达我当时的一个情景 去抒发 也希望更多的人 可以去感同身受 对啊 就是唱出你曾经的一种感受 嗯 对吧 你既然在我们的这个 短视频当中唱得这么好 我想问问你 你最早唱歌是接触的 哪个门类 我最早唱 学的是那个美声 美声 嗯 给我们来两嗓了行吗 好吧 来 大家掌声欢迎 很尴尬 很尴尬 我和我的祖国 你可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好 刚才有点影响 刚才哭的有点影响 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流行音乐的呢 自己喜好 就是上了学以后接触流行音乐 年轻人嘛就是可能会 就是喜欢流行一点 就喜欢了哈 对 今天你来到我们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什么岗位呢 想找一份传媒行业或者是新媒体行业相关的工作 好 有意向的企业吗 就是说合适的企业 就是大家如果招那个新媒体行业 有岗 你就都考虑都愿意去 是哈哈 希望薪酬要多少钱 第一点一万家 一万家 嗯 好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想就是最好是在深圳 为什么只在深圳呢 其他地方也考虑吧 就是具体还是看就是 岗位 看给多少钱 发展和 发展前景 好 来吧 有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 耶 十二盏灯都被我们的猪圈圈留下了 接下来进入到她的今天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技能展示 你要干啥 我想问一下 现场的老师有没有自己喜欢听的流行歌 有 那有多了 喜欢五百 她的声音我感觉像 张亮影 其实你唱王菲的歌也会好听 对 王菲的歌 随便选一首王菲的歌唱一个片段 叶总可以跟我一起唱 你都说了 可以 她就喜欢被王菲对称 来 我们掌声欢迎 王 上来就唱 老师要给个钢板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我还在爱着你 有时会突然忘了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你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在哪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哪里游荡 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 合作愉快 点评一下 人家 不是 他这个 我没法点评他 我就是一个卡拉OK级的 他是一个舞台 一个演出级的 要这么比我觉得是这样 谢谢 谢谢叶子龙 非常好啊 谢谢 谢谢叶总 虽然说歌唱得挺好 但是到了第二环节 既然大家都留灯了 说明企业家不仅支持你 喜欢你 对 也更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份岗位 是的 光靠唱歌可就不够了 这个时候要拿出真材实学了 你今天来找的是 传媒或新媒体的岗位 那我想问问你 你之前 除了演员那段经历之外 你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有做过 什么时候 做过哪些 传媒行业 就是新媒体的行业的话 就是说 像一些短视频的一些策划 然后一些拍摄 还有一些直播带货等等的 就是如果 都做过 都做过 拍的是短视频还是广告片 那个小视频 短视频 对 今天其实就是 如果来面试这个行业的话 就我尽量就是说 能拿自己有的东西 干说可能大家不了解 你要不然干脆就在这儿 接下来 咱们模拟一段这个直播带货 行吗 行 这个现在是大家最熟悉的了 也行 直播带货带什么呢 带什么 想一想 书条 美容仪 美容仪吧 你了解in face吗 洗脸仪 对 你听说过我们家是吧 是 是 因为在深圳嘛 对 在深圳 来 来 我们接下来就请求职者朱圈圈 来即兴地模拟一段直播带货 好 现场的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 那今天大家到这里呢 有没有想过过几天的情人节 要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呢 去年妈妈过生日的时候 你送了她一朵康乃兴 那今天打算送什么 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 皮肤暗黄毛孔粗大 而且还有黑头 如果大家有以上的烦恼 那就是你今天刷到我直播间的原因 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 为大家推出了一款 来自米谷智能的 我们的截面仪 可以解决大家 皮肤暗黄毛孔粗大 还有大家这个 有黑头的一个问题 不仅如此啊 大家可以把我们这款截面仪 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送给自己的妈妈 更关键的是 可以送给自己 非常的物超所资 当然了 今天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呢 也不让大家白来 今天我们所有米谷智能的 旗下的一个产品 全部给大家打九折 九折的一个优惠 大家就可以买到 这么物超所值的一个产品 平时最低的是有八折呢 九折不算低啊 今天我们全直播间 给到大家七折的一个优惠 我跟你说 前两天我看肖总 在非你莫属的那个直播间里头 五折就可以 五折 那当然了 那我们今天肖总也来到了 我们直播间的现场 五折今天卖不卖 肖总 我不信 你有等待你让肖总在直播间现身 半价 半价给到我们直播间朋友的一个优惠 这个优惠力度老板都来了 看一下我们的折扣 屏幕前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有幸来到这个我们圈圈的直播间 然后呢 实话说我们这个产品啊 那个科技含量还是非常 非常足的 然后成本造价也是很高的 要是五折的话 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亏本 就说能不能给 肖总不就是五折嘛 那要么今天产品五折 要不然你们 你和主播腿骨折 真的要骨折了 这样肖总 既然说大家一定要五折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啊 大家也知道 是非常性价比特别的高 今天如果我们肖总也来到了直播间 可以给大家五折 但是仅限前100名的粉丝 抢到就是赚到 仅限前100名 我们给到大家五折的优惠 后面就没有了 好 既然圈圈这么说了 是 我们今天骨折也要 也要往上冲啊 是的 五折的优惠 前100名 开始 OK 咱们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开始准备一下 3 2 1 售价 我们的密不智能的产品五折 我觉得圈圈就是直播的这种效果 气势没问题 对 气势没问题 气氛也带起来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就是说 一个是呢 就是你把我请上来 可能还是要跟我先商量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的底线 在哪儿啊 产品确实有成本的 另外就是这个产品 毕竟不是个快销品 它还是个功效型的一个产品 其实要减技术含量 也要讲净品分析 其他家卖多少 是吧 我们七折已经比其他的一些 是吧 欧美日韩的大牌 我们可能要便宜很多很多了 对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讲的 但是我觉得 是吧 就是随机选的就是 你推出来的是个好东西 这件事情最重要 对 是个好产品 所以你要介绍产品的性能 直播不能一个劲地打折 真的会骨折的 其实我觉得 确实有几个好的优点 第一个确实是 我觉得他的现场互动感特别好 特别带节奏 带气氛 那第一个好处 第二点我是觉得说 其实你是能够 就是很灵活地反应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打折 你把那个肖总搬上去了 其实我一件是一个优点 就我对自己这一段 还是非常认可的 因为就说到价格之类的 那些问题 然后肯定是说 如果真的直播带货 他都是会提前协商好的 我作为一个临时商量 没有协商好的话 就是说 他可以在台上 可以是一个协商好以后的 一个成果 这个反正就是怎么说 都没有办法去衡量 就他目前现在的能力来说 他刚才即兴展示的这一面 我觉得挺好的 对 非常棒 但是你要用入职以后 你现有的成熟主播的标准 来要求他的话 他肯定是有很大一部分的 要培训的 所以他不就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了吗 对吧 大家要看 他是不是身上 有你可挖掘的潜力和才华 接下来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 朱圈圈的职场情商如何 你被你的领导安排相亲了 你会怎么办 我可能就是职场情商课是吧 对 因为我没相过亲 然后我可能会去 好 那我接着你这个选择 可能就是你相忠了或者没相忠 前一条件是 我们假设男方对他都认可 那你要没相忠这个男孩 你怎么跟领导说 我直接跟领导说 没相忠 因为既然他给我安排相亲 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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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侄子思琪哪儿不好 42年单身了 多纯洁一小伙 哪儿不好 你相不中他 朱圈圈 你还愿 你还要在公司里待吗 领导 因为他是你的大侄子 你就不要拿我去货害他 他反应真的很快 这反应真的太快了 来 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我觉得那个圈圈特别有意思 这个反正你的情商没考出来 但是考出来你的反应力 然后前面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很直率 你让我去 我好奇我就去 他没有就是让你 就是你是一个简单的人 我觉得挺好的 当然咱必须得承认 这姑娘在新媒体领域 经验是欠缺的 需要各位领进门 然后好好地打磨她 12位企业家做选择 一半一半祝贺猪圈圈进入到 谈钱不伤感情 耶 来 先从韩一开始 有请韩一 太太 书贺给你的职位 是总助的职位 哇 跟你想象的新媒体不太一样 除了会给你新媒体的工作之外 还让你参与到一些公司运营和商务接待里面 所以是个综合岗位 是总助 薪资是一万二家 比薪就一万二 但不做地点在上海 千千 我觉得特别喜欢你 我喜欢你身上这股宁信 然后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威梦传媒的这个短视频运营 一点点在北京 薪资是一万家 好 谢谢老师 萧音 INFACE是一家国内知名的 也是一个新锐的一个美容仪器的品牌 然后我们是小米投资的小米生产链公司 那么 我现在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是官方媒体的主播 包括了一些这个短视频啊 还有各大的这个新媒体 那么同时呢 也包括我们官方的一些这个公众号啊 的一些策划 那么工作地点在深圳 我给的这个待遇是底薪一万二 然后再加上一部分的绩效提成 包括直播带货的提成 谢谢 谢谢老师 大林天地呢 是一家数字化品牌营销公安公司 我们主要服务的是上市公司 我给你的岗位是直播策划 是一万家 崔升升呢 是现在的一个新进的网红品牌零食 酥脆薯条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的进军新媒体行业 我们现在需要带货主播 我们给出的底薪是一万块 肯定是有销售提成的 工作地点在天津 这是我们天津的明星企业哦 我们是月苗AI 专属于门店智能化和无能化的 然后我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的 新媒体运营加这个 这个我们抖音的直播的主播 六个人六盏灯 但是我们只能留下两个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灯 请出发 好 我们请萧音和韩依走上竞产台 来圈圈回到我们的台上 我们先从韩依开始 来 有请韩依 那泰坦书科呢 现在在国内二十个城市有子公司 做的产业 你可能现在不太懂 但是你要知道数字化 是我们接下来发展的未来 一切我们所有的行为 接下来会用数据形式表达 那我们就是这样一家数据型的 对企业服务的公司 目前有六百五十人 因为总部在上海 所以我想你去到上海 能做总住 全面地了解我们的企业 也全面了解这个行业 薪资一万二的底薪 加一部分的提成 好吧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你最想问的 咱包住吧 好吧 不包住 不好意思 不包住 好 圈圈你好 那个我真的有点紧张现在 是轮到我紧张了 然后 刚才有介绍 InFace呢 跟还一不一样 我们做的东西 你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就是主要以这个美容仪器 然后结合着配套的一些护肤品 然后去给这个用户 解决一个 一个整体的美的解决方案 你的品质 然后你的才华 跟我们的这个品牌 是非常相符的 然后所以我非常希望 你能加入我们公司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问问题 就一个 就是官媒主播和策划 然后咱们那个视频拍摄什么的 有考虑就是 可以从事吗 你是说你想从事是吧 就是我都想做 没问题的 首先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 和专业的这个设计团队 但是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 或者爱好 这个我们完全有专业的人 去帮你也会充分发挥你的才能跟特长 这个 这个都可以做 没问题 好嘞 听也听完了 问也问完了 接下来考虑一下 二选一或者都拒绝掉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时间到我会问你答案 好 求职者朱圈圈 来告诉我们大家 你的最终选择是哪一边呢 我的最终选择是 这边那个 谢谢 好 祝贺朱圈圈 也祝贺萧音 感谢韩依 来 跟两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手致意 下台之后感觉还是挺好的 因为就是说找到了新媒体相关的一个行业 也还是比较满意的 来吧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李安妮 三十四岁 济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我是来自上头的李安妮 今天呢想来应聘淘宝平面模特或者直播带货这个岗位 请大家给我多多指导 谢谢 欢迎你 安妮 来 请让帮你表交给我 谢谢 好的 来自广东是吗 是的 您对喝茶有了解吗 我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喝茶 因为我是出自上头的 上头的功夫茶很有名 是的 然后受家里人的熏讨 我从小到大就很爱 很热爱茶文化 我觉得茶艺能给我带来 就是身心的宁静 能给我一片 就是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对对对 你会煮饭吗 我会 我很喜欢烹饪 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上头女孩子 这样子的 有人说 爱做饭的女孩子 都特别恋家顾家 你认同这句话吗 是的 我就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很挚爱生活 而且我的生活是比较自律的 就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喝酒 也不喜欢泡夜店 我就是比较宅的吧 但是呢我也比较喜欢 我是一个吃货 所以我会研究各种美食 喜欢做美食 对 你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和我奶奶的关系是最好的 从小到大 和奶奶的关系 对 是奶奶最疼我的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 晚一个小时回家 她都会打电话 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 主要超过 没有12点前回家 她都会不停地打电话 去去关心我 你刚才不是说 你不泡夜店吗 那你超过12点回家 12点的话 我就和朋友去吃烧烤 之类的 吃夜宵 对 吃夜宵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你要约会的时候 奶奶会一直打电话吗 她就不会去打扰我 就是她就愁我没男朋友 现在没有男朋友 没有 还是单身 是的 在你今天来飞你莫属 我奶奶知道吗 我奶奶的话是 2019年就去世了 对不起 对对她去世了 然后对我打击还是挺大的 我伤心了整整有半年多 哭了三个月 每天晚上注睡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 是一个没人疼的孩子 就觉得很孤单 然后我不知道生活是为了什么 然后我不知道 每天是要做这些 这么努力去工作 是为了什么 就觉得很空虚 感觉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了 对 来 我跟你聊聊你的过往经历 11年到13年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行政 14年到18年 在一家电梯公司 还是做行政 对 你做行政做了 前后做了七年的时间 是的 是因为你的第一学历是这个 还是说你喜欢行政这个岗位 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感和获得感 主要呢就是我的专业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而且呢这个呢是一个给人体面的工作 我家里人还是比较传统 希望我呢就是安安稳稳的去上班 然后时间朝九晚五的工作 时间到了就下班 就还是比较传统 所以我就可能因为他们的原因 我也坚持了 那你想干行政 不太喜欢 我不喜欢 因为我感觉太枯燥了 所以你最后实在忍不了了 离职原因是不甘安于现状 是的 因为我已经憋了很久了 你其实是不甘安于他们希望你的现状 是的 你想做自己的李安妮 对对对 想过李安妮真正想过的日子 是的 那好你告诉我 你19年到目前为止 做的这个 某家教员摄影团队的合伙人 对 都做什么 就是我家教员呢 是我和表姐一起合开的 在上头 因为我表姐她是幼师出生 而我呢 就比较喜欢小孩子 我就希望能给孩子们 就是在他们饭学后 能给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呢 也会请营养师给他们搭配营养 目前有100多200个学生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就没有怎么增加 还可以 就是经营方面还可以 你的特长爱好 我看到了有摄影 茶艺 舞蹈瑜伽 请问 给我和企业家们解释一下 这个美人鱼是 美人鱼的话 是以美之名 就是呼吁大家 就是保护海洋 爱护大自然 我也就是因为 在那个海洋馆里面 看到那些美人鱼的表演 就是从内心就很震撼 就想觉得 哇真的好美啊 之前我是不敢往这方面去想的 它是一种运动吗 是的 就潜水 就是吸一口气 然后就潜水里 然后你的下半身 是美人鱼的造型 是的 就游 就游 有点像蝶泳的感觉 就是也很有艺术感 很有美感 然后我呢 也喜欢美的东西 然后这也是一项健身 然后能给自己带来勇气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怕水的 但是我看到资料当中 还有一段介绍 就是你现在 在做美人鱼极限运动 这方面的事情 推广 那你现在合伙人 这个还做吗 摄影 摄影合伙人 有 你有带来什么样的资料 有 能够让我们看看你的摄影技术 同时也能够 让我们了解一下 你目前玩的这个美人鱼的 这个极限项目吗 可以 可以 就是摄影的话 我是做模特的 然后我也会懂一点摄影 就是鸡胃构图还有对焦 当然我还不算很专业 有资料吗 有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欢迎订阅 这些是你参与拍摄的 这个平面模特的这个作品 对对对 安妮啊 我看到你这个摄影团队 合伙人的月薪啊 是六千到两万 然后这个的变化 是取决于什么 单就是接单 接单方面 刚才你是被拍的模特是吧 对 除此之外 你不做别的事情 有我和摄影师 因为我的话 就是我 2018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考了 那个瑜伽阵 我是各种瑜伽 教练阵都有的 哈啪 普拉提 球瑜伽 轮瑜伽 空中瑜伽都有 然后我接触的 都是女性比较多的 还有美容仪方面 所以我的 就有和摄影师 有合作 就是商拍 旅拍 街拍 这些全国各地都可以 接单 你刚才提到跟美容仪 也有关系是吗 对 因为我接触都是女性 那你知道现场 除了你的异象企业 大林天地之外 有一家企业和美容仪 是完全正相关的吗 来 顺着我手的方向看 那边 在这里 深圳的企业 离你老家很近 是的 我们也是国内 这个美容仪的一线品牌 一个新锐品牌 然后我们在 美容仪 美容仪 也说你想充分地展示这个产品吗 是的 就是充分地能满足你的 这个需求跟愿望 我们展示你的特长 对 我觉得 马上就有一个画面感 就是那个美人鱼在水下 拿着美容仪 对 我刚才也在想 其实现在就是说 各种的这个新媒体的这种运营 其实多种手段的 就是你不能上来 直接简单粗暴地卖货 更这个有内涵一点的 其他的一种销售方式 就比如说 就是针对女性用户的 我觉得那可能更高级一点 萧总 我对您提个小意见 你不能来个美女 你就说适合你 来个美女 就适合你的企业 我们企业也适合 我们企业 做企业服务的 也需要这样的女生 来吧 我们再来问一下 我们的求职者李安妮 您对期望薪酬有要求吗 八千 八千 工作地点呢 在广州吧 广州 其他地方考虑吗 暂时不考虑 暂时不考虑 好吧 来 企业家 根据刚刚安妮的综合表现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来 有请 你的这一个广州 可能会让一些企业家 就打得非常异 不过还不错 谢谢 有三位企业家 认可你的表现 接下来进入到你的 下一个环节 名字叫做 天生我有才 我想为大家展示的是茶艺 茶艺 对 太好了 来 我们掌声欢迎 现在呢我想邀请 萧音老师上台来评我的茶 好 谢谢 现在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称三财杯 盖为天 托为地 网为人 一鸣三财杯 这个是公道杯 品鸣杯 茶肉 这是我们的水手泡 好 现在呢让我来温一下杯 温杯可以这样清洁一下茶具 也可以让茶香 更好的上沙出来 然后我们泡茶的话呢 头泡是要冲掉的 因为要洗掉茶的灰尘 然后我们倒茶的时候呢 尽量到七分嘛 就是留下三分是整清 请 现在请萧音老师喝茶 然后我们男士卧杯呢 就是我们的拇指 鱼丝跟手指这样环抱着 茶杯 这样的话显得更加的 有品味和霸气 意味大权在握 然后女生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食指 还有中指 清底 然后敲一下兰花纸 会显得优雅一点 然后让我们一起瓶 我们喝茶的时候呢 是分三口喝的 第一口呢是释茶温 第二口呢 就是闻香 第三呢 就是可以戳 就是在我们的空气 进入我们的口腔 去更好地体会 这个茶的清香 茶 茶 茶很香啊 我怎么觉得你像那个 硬而进的喝酒的那个状态 确实渴了 味道也不错 而且这个泡茶的过程很享受 真是 是清香的还是酱香的 我们现在如果这个在外面 就是请个茶医师啊 有公司来个客人啊 泡个茶 一小时的话大概要三百块钱 你把他请回去以后 我觉得至少一个月 省加八千块钱 对 韩依说的有道理 我们安妮要是能加入我们公司 我觉得从此喝茶 就喝的不是寂寞了 喝的是意境了 原本我也这么计划的 结果人家只去广州 谢谢萧总 好 谢谢安妮 好的 我没喝上咱们求职者泡的 这杯汕头功夫茶 但是我倒是通过大屏幕观察 我觉得她在整个 这个展示的过程当中 她蛮享受的 而且她的那种专注 让我觉得你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这件事 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一下 你的职场情商 看看一个喜欢功夫茶的女性 她的职场情商怎么样 因为突然的暴雨 你在实习的第一天 就迟到了15分钟 你会怎么和老板说 我就会说 对不起老板 我今天迟到了 就是该罚款什么的都可以 但我会真正努力去开启 这一天的工作 会好好的去投注这个工作 雅云老师给她鼓掌 觉得她说的怎么样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然后呢春莹老师就在那 一直在想 思路不错 您点评一下呗 我觉得也是说的特别好 谢谢 她有两点 第一个她就说 承认这件事情的错 我不辩解 就是情商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特点就是 不要掩饰自己的过错 对 第二个她又扭转了说 我下一次一定会把它做得更好 其实是把这种弱点 变成她以后进步的一个长处 这是她在情商过程中 特别好的一点 李玄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有 我就说我感兴趣是直播带货这部分 有没有尝试过直播带货 我没有尝试过 因为我是比较 还算有点内敛的 而且我的口才也不算很好 所以我没有带过货 但是我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火 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赚钱的机会 安妮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选择 意向企业是大灵天地 然后你对大灵天地的了解有多少 大灵天地是一个传媒 媒体公司 你为什么选择呢 是一个传媒公司 就我觉得 也有直播带货这一块 我觉得跟我比较接近 体配的时候 我就想去 但是大灵天地的公司 是在北京 你只考虑广州 那你为什么选它 因为我觉得直播带货在广州 应该也可以的吧 只要有产品 也就是说 你是不可能去北京上班的是吗 暂时是这样的 了解 来吧 就剩下你们三位了 我们来看看 三位企业家会做何选择 请 来 进入到李安妮的最后时刻 摊钱不想感情 来 赵爷 我们公司叫米股智能 其实我们的品牌叫InFace 然后InFace是国内的一个 新锐的美容仪器品牌 然后我给你的这个岗位 是这个公司的官方媒体平台的一个主播的一个职位 然后当然也不限于未来的就是你的发展空间 比如说做运营港 或者说做其他的策划的这个岗位 薪资是10K加 后面呢 会有一个绩效的提成 对 然后 工作地点在深圳 好的 谢谢萧老板 好 安妮 你可以问萧嫣 你比较关心和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直播带话的话 就得在深圳是吗 还是说可以在广州 可以在广州 可以在广州 好 接下来 考虑几秒钟 然后告诉观众朋友和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 是不是萧嫣那里迷古智能 来 考虑时间 现在开始 来 安妮 告诉我们 你会选择 我愿意去萧嫣老板那里学习 好 祝贺萧嫣 谢谢 恭喜李安妻 谢谢 谢谢 来给我们萧嫣握个手吧 我觉得我在台上的表现 就只到80分吧 我还是没有 可能太紧张了 还没有完全地去 更完好的去展示好自己 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 谢谢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给我去展示 上抖音搜菲尼莫属 每天中午12点 我们直播间里不见不散 大家好 我叫李刘彪 我来自安徽神浮阳市 插花任 新建型 国陈大帝 李老庄 从小喜欢唱歌 希望找一份演艺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董多多支持 谢谢 好 谢谢你 刘彪 你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录制 应该不会紧张吧 对你来说 有一点 有一点 别谦虚 别谦虚 我为什么说他不紧张呢 我看你抖音了 你来录我们这期节目之前 你还钓鱼 我看你那个动作姿势 挺潇洒的嘛 那天你钓了几条啊 呃 其实那那抖音没钓到 是挂底了 啊 不一拍的 就摆拍 摆拍的 摆拍啊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平时就是唱歌钓鱼 有点爱好 那你本业是干啥的 本业是种菜 种菜 种菜 哦 你转过来 你转过来 你面对着我 你把手放下 哦 你就是那个种菜歌是吧 嗯 来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还有现场的企业家 隆重介绍一下啊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李刘彪 就是在互联网上 小有名气的农民歌手 种菜歌李刘彪 来 不敢的不敢的 没名气啊 我这个 就是个种菜 谦虚了啊 你家里几亩地 我家里现在少了 现在还有 二三亩地 这种什么呢 呃 现在主要是 现在主要是萝卜 萝卜刚开始种 还长这么高 然后这个 包括这个 香菜呀 菠菜呀 开始种这类的 这类的 这个收入怎么样 前几年应该是 呃 我种了 应该不到一百亩 嗯 就是搭的 基本上都是大棚 也就是说 一年九万块钱吧 呦呦呦呦呦 真的 那你这唱歌 是怎么回事 唱歌这个东西啊 只是这个 爱好啊 嗯 唱歌这个事情是我们 这个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江苏苏州 嗯 在那边种菜 有一次呢 我们呃 卖菜的时候 我那个隔壁啊 有那一个网吧 这个网吧老板人 跟我关系非常好 我从来没到网吧去上过网 后来有一个这个呃 呃 就厂子里面 厂长 他老到我家去买菜 因为他有员工嘛 要买菜嘛 他看我没事 就在那个菜单上面唱 他说 刘彪啊 你看在那网吧里面网上好多这个唱歌呢 唱的好听都没 你别看不见 然后我也就无意在那一天呢 无意中间 然后就是中午的时候 没人买菜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网吧里面 那时候那个没上过网 开机都不会 说实话 然后后来老板给我开机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的 就打了呃 一个人出来 然后唱那个男中英的 《黄河颂》 哎我说 这个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这个一下被震撼到 后来我一下子听了 大概不到四十遍 后来我就是无意中间 出了那个网吧那个门 我也手上裤子里面 我唱在高山之地 我说我怎么也会唱呢 哎呦 这是无意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说 自己会唱这样的声音 不可能 不知道 从那开始起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 可能是有这个天赋啊 每当这个中午的时候 人就没人买菜了 就这样一直在网吧里面 不情的 就是往死里看 我自己唱 我自己唱 哎呀 不是你这一天卖菜 你挣钱吗 我怎么感觉你把钱 都花在上网上了呢 不是 我们熟悉的隔壁的网吧 免费了 有的时候不要钱 免费让你学习 对啊 所以说我的一直就是 反反复复的 反反复复在网吧里面 学了八年 八年 对 这八年就是边卖菜 边自己上网自学 对对 是的 你将来要有成绩了啊 成伴了 你真不能忘了人家那厂长 和那网吧老板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多岁吧 那你第一次登台是在什么时候 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 我去这个 我爸先去了 去江苏苏肉去种菜 我是后去的 他们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给我找了一份工作 他们企业里办了第一次 卡罗开大赛 我那时候唱的是这个流行的 什么歌还记得吗 第一次登台 护花十指啊 我那时候还会翻那个空缝 你知道吗 一边唱一边翻根 对对对对 差不多有建奏嘛 建奏我就翻那个空缝 来二等奖啊 然后后来你再通过这个 这个企业呢 企业呢 企业呢 企业就把我推到这个这里面 这个这里面呢 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 碰见那个叫吴江去 现在是吴江逝了的 一个文化馆的一个英文老师 嗯 被他看中了 他又把我拉到这个什么 第一次参加这个团败会 好 从来开始 就不停地在吴江 这个苏州这边 不停地就跟他们比赛演出 比赛演出 我问一句 你这些演出都有费用吗 有 那时候给一百块钱 不管唱多少首都一百块钱 一辞一百 你去场费就一百块钱 对 唱几首歌呢 唱一首或者两首 后来你 第一次登上比较大的舞台 是参加什么活动 还记得吗 是啊 有一次 在吴江文化馆的馆长 我们比我关系比较好 比较熟悉嘛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李律律啊 这个山西卫视找你 去参加节目 我说你别骗你了 他都骗我你 然后他第二次 又给我打一次电话 后来我犹豫了四天 哎 我说去吧 然后去的地方 还真是真的啊 其实呢我们呢 这个以前呢 也没想到 也没想到去上什么电视 也没想过自己 说实话 能上电视能出门 能活啊 那些东西 那你上电视以后 对你生活 大概改变没有呢 比如说你上电视之后 虽然电视上节目 没有赚上钱 但是你后来去商演的时候 有没有引力上电视 节目之后 收入变高了吗 有 那个有 现在就是初级演出 就是由 说大 有点出场费了啊 有点出场费了 对 那如果说那个 让你有商演价值 貌似收入还不菲 那你来非你莫属求职啊 那求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的 主要是我们呢 我只是 就是说 我是一个这个 就老在外面飘着飘着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 我是想念这个 咱有一个固定的 这个演出 我每天能在这个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拿自己的爱好 来去生活 我感觉挺好 当然这个菜地呢 我也比较喜欢菜地 比如说 能找一份好的这个 扣手的工作 能回家在那儿 看看菜地 不是那么 是固定词的那种 这个意思 就是没歌唱的时候 回去干农活 对 有活干的时候 回去这个演出 就是演出 对 就这样的 所以你在意向岗位上 填的是歌手 对 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之前 你有考察过我们的 这个本次录制的 十二家企业吗 传媒公司啊 那个续招是吧 无忧传媒 好 你这期望薪酬 写的两万 你要的这薪酬 咱实话实打实地讲 不低 不低是吧 那在第一环节 你能不能现在 就跟这儿 起码你说 让人家这些企业家呀 是吧 包括你的意向企业 无忧传媒的流群 能够了解了解 你这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能不能 我给你考一个难点的 我的太阳 你听过吧 没问题 我的太阳 这这你等会儿呢 不是让你唱中文的 易得利语的 你行吗 我跟你讲啊 我绝对不是害你 我这是帮你 你这首歌唱完了 我告诉你 刘群他都他都不会灭灯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 敢接受这挑战吗 我来试一下吧 来 咱们给你招一点儿掌声 来 咱们给你招一点儿掌声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把大家看着 妙子的藏底上 总得 这之后 我即将 tea 我闹一下 我无论 我卡了 和是 我每个小生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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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唱得真好 刘群老师 这个意大利语方面 你不是行家 但唱歌你还可以点评两句 说说呗 唱得很好啊 然后现在那个 还在继续学习吗 我一直都是这个 自己跟自己学习 专攻美声吗 是啥都唱 我觉得你还能更好啊 就是你比如说 有一些音就趟上一下 咱就直接能顶到那位置 不用滑上去 那会更漂亮 然后那个 你唱几首流行歌 你不是 刚才说那个比赛里 有一个那个 拿拿奖的叫什么 护花使者吗 来 护花使者 来两句这个 是什么 怎么转开走 偶遇生动的他 乐不开地把中的一款 跟他鬼咖 伤透的烂风 把真摔回来 他是对 他拿着 如然散白了对我说话 轻轻睡着 被他批花使一样 我这种烂风 老门就能爱我吗 刘彤 我我我 你的唱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第一环节的最后 我问你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 你也知道 近几年咱们发掘出了一些农民歌手 网络上也有一小部分人啊 有议论 就说他们啊 就是不安心乌农 就是想红了以后 是吧 得想多赚钱 然后呢就钻钱眼里去了 你对于这种人 这些议论你怎么看 我觉得啊 这个首先我是这样的啊 我作为一个农村人 就是他身上的东西 在农村的那种本质 你一辈子都折不掉 不是说 发生农民出来的 做一个歌手 内心的那种 这个农村的那个群谱 一定要在心里面 一定要这个不忘初心 我感觉这个 才能继续前行 人有的时候 真的不该忘记 自己曾经为什么要出发 一言以蔽之 就是不忘初心 其实不忘初心 才能方得始终 只有在你曾经 想做的那件事的道路上 深入地做下去 你才会最终有成绩 才会不辜负你自己 最初的梦想 对 是的 是的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十二位企业家 对于我们的今天这位 农民歌手 仲菜哥李刘彪 会做何选择呢 一起看一下 好 刘彪 还剩下两盏灯 不过你成功进入到了 天生我有才 参与首这个 我觉得这首歌 跟我经历非常像吧 也是自己这个心中的歌吧 敢问路在何方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你挑着胆 我牵着马 今来海处 送走晚乡 踏平坎坷 成大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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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分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浪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感温乡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你也要 谢谢 舞蹈唱得真好 大伯老师 其实我听卢彪唱歌的时候 我还蛮感动的 一个在农村种菜的人 然后能够把歌唱得那么好 其实你不满足于种菜 而且能够就是 对音乐有这样的投入和热爱 你既有淳朴 然后又保持了那种上进 我就觉得你是中国农民儿子 最好的榜样和骄傲 我也想问一下刘彪 就是你选这首歌 是因为你觉得这首歌 擅长你的表演 是你的曲风 还是因为它比较符合你 就是今时今日的这种状态 或者你的心情 这首歌呢 实话 这首歌也是我经常唱的一首歌 我感觉这首歌挺好 因为赶紧录的河方嘛 我那个时候这个练歌的时候 就是抱着这个铁棒中的摩托针 的态度去练的 因为你看一步一步 我是不是从一步 一个无人知道的 一个小村庄里面的 那个那个廖天湖 我们老家叫廖天湖 就是在野地里面 没人知道的一个 搭着那个菜棚子住的地方 没人知道的 一步一步到企业 到这里 到区里 到市里 到卫视 到央视 到最高的平台了 应该这样 我也挺感动的 我觉得她的回答 比我想象的要好 就是我 我以为她会说是 她现在这种状态 说未来的路在哪儿 但是她 其实她很自信 对 你害怕的是 你觉得她会表现的那个样子 没错 但你发现她回答的是 她应该有的样子 对 说的是这样 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大家这么喜欢 我还想夸夸你 如果今天 你在菲尼莫属的舞台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你最感谢谁 感谢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这是情商课吗 不是 没这舞台 我也见到他 给我老板 老总 我还想夸夸你的就是 我跟他们的认识不太一样 我认为你今天 如果能找到一份 特别好的工作 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 适合你的职业和岗位 有很多人从农村出来 他们可能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但你很务实 我就想唱歌 我就想要这个岗位 所以我也想给电影机前的一些 可能出身条件 不一定好的职场的求职者 说一句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起点 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准确的目标 谁都有可能成功的 在你身上看到了 谢谢你 谢谢韩一 谢谢 人家的唱功刚才也展示了 期望薪酬是两万 不过说到这个期望薪酬 我想问一下这个刘群 这期望薪酬高不高 是这样 就是我还是得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现在音乐这块 其实分两块 一个就是我主抓的这个 就是还是音乐人 就奔着歌手出版权这块收入的 就是传统的音乐公司 这一类的 还一类就是比如说音乐的 音乐类型的才艺的直播 所以这是两块 就你这个类型就是你很棒 但是我是不知道怎么去弄 就是这种美声 其实在那个领域能人也挺多的 就往上走 其实你可以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瓶颈 咱们实话说 我有一想法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试试就是 你现在还是在那个老家住吗 对 也在老家 其实现在户外 户外直播的流量特别好 就是说你可以 其实就在乡间地头唱歌 然后其实也能吸人气 其实做的不错 那个收入可能真比你这个期望值要高很多 但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东西 因为其实你也明白 如果是从艺人这个角度来讲 它没有一个稳定力 如果有稳定 它就有很多的要求 其实你还是不自由的 比如说你如果要求这个 可能会要求你很多的一个时长 其实跟上班是一样的 那样也应该也不是你喜欢的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你考虑一下 在即将结束第二环节的时候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今天找到了一份你想要的工作 还种地吗 我还是希望这个 就是说每件工作 它也不都是固定死的 但可以这个 每日可以回家看看 因为我的歌声是在菜地里面练的 我喜欢看到绿色的东西 我看到绿色的东西 我就特别想唱 那怎么呢 你那意思 不是你那意思 不是你那意思 刘群和萧音 得把公司挪到菜地里去 这个也可以 刘群可以为你打造一个绿色的直播间 全部是绿色植物和绿色的文物 太绿了 我离绿不远了 来吧 各位 既然这样 第二环节到这里 咱们乘胜追击 朋友们 一起来看一下 刘群和萧音 会不会为李刘彪留灯呢 非常好 祝贺你李刘彪 成功进入到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好 我们先从萧音这边开始 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你合适呢 我觉得你挺适合 官方媒体的一些直播带货 因为我们在海外也卖的特别好 我觉得你在海外 会有很多的这个粉丝会喜欢你 我提供的这个岗位的地点呢 一个呢是我们公司总部在深圳 所以就是为了让你更快的了解公司和产品 所以可能你大部分的时间 尤其是初期可能还是在深圳的 但是我觉得直播这件事呢 其实对地点的要求不是很高 就是我觉得找一个更熟悉的这个环境跟土壤 也许你更能发挥你的一个特长 所以我给到了一万家这个业绩的这个奖金 跟提成啊 那部分如果做起来流量的话 我相信这个可能比你这个预期要高很多倍 我是这个思路哈 先是通过户外的直播 然后包括短视频 先把自己的流量做起来 其实做起流量之后呢 无论是出歌 包括商演 包括一些线下的活动 或者是带货 就这个是个基础 工作地的话 就是可以到我们那个合肥的分公司 但是其实像我说的这种情况 基本你在家就完成了 剩下很多东西 比如说短视频的这种 这种那个后期的制作呢 包括音频的处理 就我们先上就可以帮你支撑了 玩待遇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流量如果OK了 就我肯定给你出原创 接下来你要选择了 一边是米谷智能 一边是乌游传媒 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现在开始 好 李刘彪来告诉我 你最后的选择是 好 李刘彪来告诉我 你最后的选择是 刘彪 祝贺萧音 感谢刘群 来 恭喜我们的李刘彪 我先给握个手 握个手吧 加油 加油 OK 加油 OK 好 来 刘彪回到台上 其实我一直觉得 如彪自己是 泪青一定要求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是他内心里的一种 浅台一直在表达 所以我会觉得有这样一个舞台 又能够让你把它放到歌里 又能够稳定 我觉得是非常对的选择 我觉得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特别清醒的人 你刚才选择那首歌 我敢问录在何方 是哪个电视剧的这个插曲呢 西游记 西游记 大家仔细想象一下 李刘彪今天从站到舞台 到此时此刻 他身上 第一 李刘彪身上有师傅的一种执着 第二 他有一种大师兄的灵活 第三 他又有二师兄的幽默 第四 他有着三师兄的一种踏实 最重要的就是 他集合了前四种技能之后 他又像那匹白龙马 任劳任怨 用辛勤的付出 驮着自己的理想 一路走到非你莫属 天道酬勤 所以今天你在这儿 我们给了你一个好结果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啊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